NCC公告 数位中介服务法草案 一口气纳管五大类平台 包含脸书 YouTube等 有效使用者超过 230万的大型平台 只要政府单位认为 这网络内容有违法 就能向法院申请资讯限制令 移除该内容 或者是暂时加注警示处分 不只蓝军怒轰 蔡政府根本把手 伸进网络干预 网友更害怕 这网络世界将也全面绿化 就在世界各国 不断在网络世界 建立元宇宙的未来时 台湾却大开倒车 决定由政府插手 对网络言论进行管制 NCC公告 数位中介服务法草案 将市占超过10% 使用者超过230万的大型平台 包含脸书 YT 迪卡等等 一口气全部纳管 只要政府认为有违法 就能向法院申请资讯限制令 将该内容移除 即使在申请的过程当中 就能暂时加注警示处分 蓝俊宏政府这时候 已经深入网络干预 资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 全自言论自由 把一切不利于他们 执政的消息全部抹杀掉 如果不是自己人的话 你随便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就查你全家 未来台湾的言论自由 一定会持续倒退 民进党是经不得批评人 批评他就要干掉你 看看他把那个状态都给听了 管制言论的心态 多么的恶霸 蓝俊宏蔡政府高举查黄 查黑大旗 全面绿化言论搞封口 网络不是不能管 但以往爆出许多 像是杨慧如林炳树案 和政院小编带风向等情况 百姓当然又疑虑 大家都知道 谁真正在散布假消息 就是这个政府 NCC真的要来管的话 这个要先去处理 略营的测译 常常释放假讯息 自己公然说法 然后利用测译网军等等 来做认知作战 只准周官放火 不准老百姓点灯 学者说政院嘴里含打假讯息 实际上香的却是 只能有一种讯息 若连网络言论都被NCC盯上 网友担心绿色恐怖时代 真的全面来袭 记者正好报道